先简要回顾此前的报道 杭州上城区望前堂云庄八庄和十一庄市公租房 租户郑女士反映物业存在多收水费的情况 商品房是2块9 然后我们这两庄是收了3块2 并且我们每个月没有任何的抄表数字给到我们 物业办公室墙上写明是德信服务 名称下面还标注了股票代号 这是一家上市公司 当时在办公室里找到了公租房的管家云雾 郑女士说水费交给物业后 对方连水费单都不让他们拿走 他用手机拍照的这张 首款方是德信盛权物业杭州分公司 上面手写了房号 著名水费是每吨3块2 打印出来的交费金额是38.4元 别的内容就没了 这个单子上是我当时跟你确定 好的好的 我觉得有事我要忙 一问有个疑问 谁有个金额 没有这个多少方水 那叶子有这个疑问也很正常 有吗 他的说法就是说是公共水能耗各住户 应该按照总表与分表之间的实际使用差额 进行分摊 在原价的基础上进行一个上浮 一个能耗费 所谓的能耗费 实际收取了3块2 这个是物业公司给我们的回复 公租房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认为 物业费中已经包括了能耗费 物业的做法涉嫌重复收费 之后物业方面一直没有给记者回复 10月31号这一天 记者再次赶到小区 直奔物业办公室 现场没能联系上物业的张经理 租户郑女士也在外地出差 记者再次赶到公租房管理中心 张主任介绍 物业再次给出解释 说法跟上一次略有不同 物业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在水费代收代缴的过程当中 物业公租人员是投入了工作了 就是说水务公司向物业公司收取之后 他要按照每一户去把这个表抄好 然后再向我们的每一户家庭去收这个费 这里面他说是有一个有能耗 第二个他们的现在有一个管理费的问题 公租房管理中心这边认为 不管是能耗费还是管理费 这样的名义去多收取公租户的水费 都是不合理的 首先能耗的问题之前都已经说过 我们在基础的物业费之外 已经付了5毛钱的能耗费 那能耗费的说法应该不成立 那么还有个所谓的管理和服务费的问题 那我认为物业公司本来就是管理服务企业 他在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物业费里面 已经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服务费了 你再重复来收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就也不是很妥当的 我们要求呢这个进行还是要把这个删除掉 那关键是对他们有没有反制的措施 反制的措施的话 因为物业公司这个水费的代收代缴 确实是物业公司在操作的 那么我们呢 因为小区的业委会呢 也在成立当中 我们呢也会向属地的社区啊 包括了现在物馆会进行反馈的 记者在公租房管理中心采访时 接到一个电话 说是德信盛权物业杭州分公司的负责人 你们之前反馈的问题 那我们相关的这个也要调查取证 也要了解前面的这个具体具体情况 好吧 刚才也跟你讲了 这个下午6点之前 我们肯定会同意跟你回溯 时间还早 记者干脆赶到德信集团总部出面接待的 就是刚刚打电话的那位负责人 也姓张 跟望前堂云庄项目的经理同性 我没权利接受采访好不好 但是你们既然过来了 那出于我们的服务态度 我不能装不知道 刚才员工报告我们之后 那个项目的张经理也没给你们反应 他跟我们说过了 说过了 说过了 等一下6点钟呢 我们媒体发言人会正面给你们回复的 就整个事情 分公司的张经理这会儿 不方便接受采访 不过他透露说 公租房水费这事儿有点复杂 这中间的原因很多 牛天中心那边呢 其实跟你们也好 跟租客也好 我们都是四方关系嘛 我们跟牛天中心的事情呢 我们会跟他对接解决的 那我其实本来一句话 他说你们第一次给他说法是能耗费 不是能耗 他们认为涉嫌从不耗费 不是能耗 第二次答案会说是你们超表 有人力 是这个费用 当他们的说法就是 你们本来就受了物业物费了 那那个超表或者管理或者服 本来就是你们的职责 这个没有的 其实我是替牛天中心在干这个活 本来这个事情是他们的 所以我刚才讲嘛 四方的事情 然后等一下呢 我再上去催一下 看看我们流程尽快 能进早一点也进早一点 也理解你们辛苦 一番等待之后 德信集团安排人给记者打来电话 做正式回复 好巧不巧的 安排的刚好是杭州分公司的这位张经理 就是住户的每一副分户这个计量表 跟我们总户计量表的一个差异损号码 那我们在现场这个项目团队在代数代付的时候 就是将这一部分差额嘛平摊到了每一户的这个账单 那所以说的这个工作房管理中心的他有一些住户就会觉得 那我们有偏差吗 接下来呢 反正对这一块我们会按照全部的这个财务公司化 让住户呢把这块差异全部去调整掉 那这个呢让我们一些工作房的住户啊 产生这个区别对待这个观感啊 那确确实实是我们的一些个现场工作不到位 还有现场的一些沟通解释 那给你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啊 这个工作麻烦也确实不好意思啊 我们在这里呢也表示道歉 后继的这个水费特别是单价也好 用量也好 都会达到我们工作房管理中心 和工作房的一个物业使用人都会满意的 好吧 这一点也请您放心 张经理承诺会让工作房管理中心和工作户们都满意 但没有具体说今后水费按什么标准收 记者多问了一句 那反正以后就是按照两块九毛五六 两块九毛五加上它的差额分摊比例吗 还是要加上差额分摊比例 这个差额是它这个损耗和其他那个 到时候后面的情况下我们会在现场攻势 再有一个如果说业主对这块有疑的情况下 那我们也会要这个这个从公众房管理中心三方做下来 那就是加上那个差额分摊比例的话 估计还是要超过两块九毛五一方 一般的话不太会的 因为这个每月的其实差额不多的 应该不会超过了啊 不会的你放心好吧 对方承诺公租户的水费应该不会超出两块九毛五一方 记者又多问了一句 那此前多少的部分能推吗 至于这个是推是补 到时候我们推进完之后 我们会给公租户使用人反馈的 也会做一个公告的好不好 记者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公租户郑女士 她说会在群里告诉邻居们 大伙都拭目以待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